艺人的一举一动都很容易会成为美光灯的焦点 而这一次萧敬腾遭到歹徒攻击 让艺人的安全问题也再度浮上台面 事实上像是萧亚轩 江辉还有诸葛亮等等 也都曾经受过黑道的威胁 地上还可以清楚地看见排泄物的痕迹 歹徒锁定萧敬腾 打算往他的身上泼洒排泄物 索性最后没有受到波及 不过外界都在怀疑 是不是萧敬腾得罪了不该惹的人 让艺人受到威胁的事件 在天一桩 今年九月份萧亚轩在大陆结束商演活动后 有工作人员上前要求合照 却被萧亚轩拒绝 没想到主办单位恼羞成怒 不只不让萧亚轩坐保姆车到机场 还找来二十名来路不明的男子 对着萧亚轩叫嚣 在软禁他和经纪人在饭店 长达三个小时 最后有成龙出面才化解危机 不过有些艺人可能就没这么幸运脱身 二姐江慧的姐姐欠下大笔债务 讨债集团早上江慧要钱 不只在保姆车上留纸条 还跑到唱片公司讨债 甚至对江慧的行程辽若执掌 让他饱受威胁 最后花光所有积蓄 才替姐姐还清债务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诸葛亮身上 爱赌博的个性 让他不得不离开演艺圈躲避讨债集团 传出黑刀大哥要诸葛亮拿出两亿元 才能让他平安无事地出现在镜头面前 最后靠着不少圈内好友的帮忙 回归主持综艺节目 慢慢还清债务 人红是非多 身为公众人物 艺人的一举一动 本来就容易成为焦点 除了加派工作人员 保护生命安全之外 洁身自爱 或许才是最根本的因应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